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开始来去看一下 刚才我们也跟大家去说过了 咱们要跟微信服务器进行退阶配置的时候呢 我们一旦把网址放到这儿 那紧接下来 我们一旦把网址放到这儿 那紧接下来微信服务器立即就会向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呢 去发送一个请求 所以呢,这个请求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必须得清楚 然后呢,还得按照微信的说明方式来去写 那这一点在微信的开发者文档当中呢 也有去说明这里面有一个接入的地方 所以呢,我们就不再看它的这个文档了 咱们直接拿过来,在左边去看 那我们看一下 它要发送一个什么样的请求过来呢 我们在哪里,例子3 它会给我们向哪呢 向咱们配置的这个网址发送一个get请求 这是要知道 他会向我们的网址呢 去发送一个get的请求 然后呢 在这个get的请求当中呢 里面会包含了四个参数 哪四个参数呢 第一个参数呢 叫做signature 这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去说过的 专门用来进行检验的时候用的 这个signature呢 是微信在向我们发送之前 他本身先去计算好的一个签名信息 然后呢 我们待会呢 就会拿着签名信息来进行做对比 所以呢这是他计算好之后 发送给我们的签名 底下的话 还有time step 代表他发送的时候的时间戳 还有一个他所构造的一个nance 然后呢一个随机数 还有一个extreme 他所对应的一个随机自传 这是微信服务器 向发送请求的时候呢 所携带的这四个参数 然后呢 向我们发送过来之后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们收到之后的话 咱们收到这个参数 咱们要做的工作 实际上说白了 最直接 他怎么认可我们东西呢 只要我们给微信服务器返回 原样的返回extreme 也就是说 他给我们传回这个参数 extreme里面包含了什么值 我们原样返回给微信服务器 那他就认 他就认可了 但是我们说了 实际上我们这段程序的话 不应该仅仅只返回extreme吧 实际上是否还得去教应一下 是否从微信传送过来的呀 对吧 所以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是怎么进行教验的呢 咱们在这里面直接就说了 那教验的话 就是对比这个signature的签名信息 那微信的这个签名信息 他是怎么生成的呢 他生成的时候 是按照这样一个流程去操作的 然后呢 他把token 这个token就是我们在进行配置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去随意的去指明一个自不串 就当做这个token的令牌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令牌告诉给微信 然后呢 微信就拿到这样一个特定的令牌 把谁呢 把这个时间戳 时间戳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 就是那个时间的整数信息 我们通常就把它叫做时间戳 把这个时间戳 然后呢 跟谁呢 跟他微信所生成的一个随机次数 这个nance 把这三个参数呢 然后呢 按照什么东西呢 按照字典序排序 什么是字典序呢 就是你把 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在字典当中的词条 我们把它放到字典当中的话 字典当中词条是不是有先后顺序 它是按照字母的先后大小写顺序就写的吧 像ABCDEFG 按照这样的开始去做的 所以你看到字典序的话 指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先后顺序 需要把这三个参数的那个具体的值 按照字典序排序 排完序之后呢 你再把这个三个参数的值拼接成一个字幅串 拼接成一个字幅串之后呢 再用sha1进行加密 用sha1加密完成之后 得出来的那个结果值 就是签名值了 就是这个签名值 所以呢 它的signature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计算出来的 所以我们要想替它进行校验的话 那我们也得按照这样的方式来进行生成 这里面的话 这里面的timestep跟nance 是暴露在请求当中的 但是这个token 刚才我们是不是跟大家说过了 只有微信跟我们自己知道吧 对吧 我们在配置的时候呢 就把参数配置给微信 所以呢 微信知道了 然后呢 这个参数token 我们自己也保留一份 这个参数只有我们来五人知道 不会暴露给第三方 所以呢 就相当于 那我们就拿着timestep 拿着nance 拿着这两个参数 它计算的时候呢 这两参数 再根据我们自己保存的这个token 跟它然后呢 融合到一起 按照相同方式 进行字典去排序 再把它拼接成一个字符串 拼接成一个字符串之后 我们也进行杀完加密 我们进行完杀完加密之后的 结果值 就是我们得出来的 应该正确的一个教验值 然后呢 如果这个签名信息 跟微信传送过来的signature 是相同的 就证明这个东西 确确实实是微信发送给我的 而不是别人发送给我的 这就是它的一个签名教验的一个方式了 那这个过程 大家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所以待会我们就按照这样方式来进行对比 然后呢 如果是这个signature是相同的 标识这个请求呢 是从微信发送过来的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原样反复extreme 然后呢 微信就认可 我们这样的服气了 所以呢 接下来 咱们现在呢 就把这段程序去写一下 好 那这写程序的话 咱们可以先在本地 先在你的机器上面去写 写完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推送到这个阿驴上面去 比如说这个程序的话 我给它键 比如说咱们就把它叫做WeChat吧 WeChat.py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那咱们还是要来去写一个flask程序 所以呢 咱们还是按照flask方式来去写一下 放进一个flask的app 放进app之后的话 然后呢 我们说了要去构建一个试图 这个试图呢 专门是用来去接收微信的 所以呢 比如说咱们就把它定义为WeChat 然后对应的app.root 这个root刚才我们是不是也说过了 对吧 root这个root呢 应该是WeChat 然后呢 我们就不在我就不在大家的端口了 我使用八千端口 然后呢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紧接下来就是对接微信服务器 对接微信公众 号服务器 放到这儿之后 然后呢紧接下来我们往下去走 咱们最终还是让它运行呀 让它运行的话 问一下 以后呢app.run run的时候呢 咱们把它放到哪儿呢 咱们给它放一下 我只要是这个端口号改一下就可以了 端口号 我它运行在八千端口 然后呢debug信息 我为了能够看到错误 所以呢我先把它改为调试 好 这是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 然后那这个大家自己再去写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chat后面的数据值 跟这个pod的数据值不跟你对应上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按照刚才我们所说 它在向我们发送请求的时候呢 发送的是一个guide请求吧 然后呢 我们在这定义的时候 默认情况下 是不是就能够接收guide请求啊 所以放到这儿 然后呢 第一步骤 应该是去接收微信服务器的参数了吧 也是接收参数 接收微信 接收 微信服务器 发送 参数 那这个参数的话 咱们给它放到左边来 我们给它放到左边 然后呢 咱们来去看一眼相对应的 那它发送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参数 咱们一个一个来对比 首先呢 它所发收过来的参数呢 有个signature 那么好了 我去接收一下signature n-a-t-u-r-e 这个signature的话 因为它是只用get的方式发送过来的 所以我们在接收请求的时候 怎么去接收啊 从request当中 然后呢 request.args吧 因为是get的请求方式 所以这个四个参数 是不是只能在这个 在网址当中啊 既然是在网址当中 那就通过request.args 往外进行拿取参数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会有一个叫做signature的 signature ty 然后呢 还会有其他的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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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这里面一个ipo stream 好 这里面四个参数写完了 四个三重写完之后的话 然后呢 我们现在得去讲一下吧 这四个参数 它一定都传了吗 微信肯定传 别人是不是可能不传呀 所以我们在内操作的话 这个三 四个参数 是不是必须都得有啊 对吧 大家能备这一点吗 我们说了吗 咱们后端必须得保证这个教验 所以呢 咱们去教验一下 教验参数 教验参数的话 怎么教验呢 是不是可以去判断一下呀 if 然后not all 然后呢 对应的 咱们来去写一下 因为会有一个 signature必须要传 time staff也必须要传 nance必须要传 extreme 是不是也必须要传呀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那如果没有传的 的话咱们可以怎么做呀 是不是可以提前终止 对吧 那咱们终止的话 咱们可以使用什么东西 说个about函数 这还有印象吧 那about咱们往外 去抛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抛一个 你抛400 说这个请求错误也可以 然后呢 咱们就抛一个400 这个是不是代表 是不是在请求错误 请求错误 代表缺少参数 这是关键点 然后呢 紧接下来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当前这时候呢 参数就有了 参数有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按照这样的流程 进行对比啊 对吧 然后呢 咱们是 按照 微信的流程 进行 计算 签名 那计算签名的话 咱们怎么计算呀 刚才这里面说了 第一步 要把token timestep跟nance 是不是要进行 字典区排序啊 那字典区排序怎么排啊 那我问一下 这个列表里面的 实际上是不是有一个 salt方法啊 那这个salt方法 默认怎么排序的 数字是不是按照这个大小啊 那像这种字符串 它正好就是按照字典系的这个字母顺序去排序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可以直接把它塞到一个列表当中啊 塞到列表当中 用salt的可以排一下 然后紧接下来 你再看一下第二步 它把字符串 它把这三个参数拼接 用字符串吧 那列表当中 是不是正好有一个 可以去进行拼接的方式啊 就是我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空字符串点 然后呢把列表传过来 是不是这样拼了 所以咱们就可以去选用这样的方式 你说你要按照别的思路能去做 能不能做 可以 我们现在只是说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而已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 比如说咱们就构建一个列表 然后呢把谁呢 它需要第一个参数表有token啊 那token是待会儿我们要配置给微信服务器的 所以呢我双方都要留下来 那放到咱们程序里面 咱们程序也得保存下 因为这个token是一个固定的值 这个固定的值 那最终是不是不会变呀 所以我们把这样的值叫做常量 常量这个变点接触过吗 所以就相当于最终我在程序里面呢 还是会找一个变量来去保存这个token值 只不过这变量它永远 它的值不会变 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变量叫做常量 咱们先来看一下 那常量就会有一个规范 什么样的规范呢 我们要求常量当中放到哪呢 要求你放到程序的上面 就是你导包之后放到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再去写代码的时候的规范 要求常量放到这儿 而且常量当中的所有字母全部都是大写 这是常量的一个规范 那比如说我们把它叫做wechat token wechat token 这是微信的这么一个token把它放到这儿 然后呢 那它的值我可以随便去起的吧 你想怎么起都行 比如说把它叫做itcast 放到这儿之后 然后呢 这是我们所说的常量 指的是这两个字 常常规的这样的常量 然后呢 这是微信token 微信的token令牌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那所对应的第一个参数 是不是就是wechat token呀 对吧 就要把它这值拿过来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timestep 好了 那timestep我也放到这儿 还有一个值呢 就是nance 这个nance我也接受过来了 所以nance放到这儿 然后呢 先把它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lease这里面出客已经排序呀 排序的话怎么排序 lease本身自带的这个sought方法 一旦排完序之后 是不是会对这个lease本身生效啊 好了 可以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生效之后的话 然后呢 再往后走 是不是要去拼接字符串呀 拼接 字符串 拼接字符串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怎么做呢 比如说我现在呢 拼接收入之后的话 应该是用一个空字符串点 Join 然后呢 直接把list放到这里面 就可以了 这样的方式的话 是不是相当于用这个分格符 来连接列表当中每一个元素啊 另外呢 每个元素都是字符串 可以正好用这样方式 把它连接起来 好 通过这样方式来拼接 那比如说把它就叫做 一个临时的字符串 拼接字符串 拼接字符串之后 这一点大家还有疑问吗 好 接下来我们大家看一下 那你拼接完了之后 实际上不要进行杀万加密了呀 对吧 进行杀万加密 杀万 杀一加密 进行杀一加密是吗 那进行这个加密的话 那我们现在来去说一下 这个加密怎么加密呀 导入哪个包 应该是 杀万 对吧 杀万 然后呢 导过来 在杀万 当中 杀万 当中 实际上是有个杀万 杀万 还是有点别扭 把这个杀万放到这之后的话 放到这之后 是不是可以把字符串传过来呀 好 放传过来 传过来之后 那它再进行加密之后 杀万 反映了一个结果是什么东西 是最终加密之后的一个字符串吗 你要看 signature 应该是字符串吧 但是杀万加密之后 拿出来是个对象吧 我们要想获取一个对象当中的 它所真实的 字符串的表达方式 怎么去获取啊 是不是叫去获取它的 石油精致表达式啊 所以应该是 Hex D 这次吧 HES 代表是石油精致 D I J E ST 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去获取杀万 加密之后的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的话 我比如说把它叫做 sign 这是我们自己得出来的一个 签名值吧 对 这个签名值 是不是就得跟微信 传过了signator进行对比了 如果是相同的 那代表请求是微信的 如果不同 那就代表这个请求不是非进的 是非法的请求吧 所以你先来看一下 进行杀万加密 得到正确的 得到 正确的 签名值 然后这个签名值的话 要进行对比了 将 自己计算的签名值 与微信的进行对比 以请求的 以请求的 参数 以请求的签名参数 进行对比 如果 相同 则证明 请求来自 微信 服务器 所以我们要按照这样的方式 来进行对比 那进行方式的话 咱们可以怎么去做呢 如果说 咱们看一下 如果 微信传送过来 这个signator的签名 它不等于 刚才我们计算出来 这个sign jn 那就代表这个请求不是来自微信吗 不是来自微信 我是不是可以提前终止了 那咱们还可以用abot的方式 403是不是代表你的身份有问题 我禁止你请求啊 对吧 表示 请求 不是微信的 为是不是微信发的 然后呢 那接下来 那iels的情况呢 iels的情况是不是代表相等啊 代表相等是微信发回来的吧 那说了 如果是微信发动过来的话 我们要做什么工作呢 我们只需要原封不动的 把iqStream再返回就可以了 所以呢 那咱们直接return 直接把拿到的上面的iqStream 我拿到什么值 直接返回什么值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关于这样的流程 好了 那这段程序呢 咱们就写完了 写完了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要把它推到 这个阿里云 也就是说刚才给大家的 公网呼吸里面进行操作 所以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咱们怎么去推送它呢 好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我把这个里面 待会儿放到这 怎么去推送呢 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能够去推送 我给大家去提供一个方式 什么方式呢 SCP是不是之前已经接过了 SCP这个命令 SCP 没接住过什么 能看在下 这个SCP这个命令呢 跟谁类似呢 就跟你的CP命令是一样 CP是不是copy啊 所以是复制一次 SCP的话 你就相当于是远程的进行复制操作了 所以我现在怎么看呢 你要注意 当前我在网上推的时候 我必须是在我本机这里面 相当于是要把我本机里面的程序 往远程上面来推 所以我这条命令的话 是从我本机当中进行执行 往远程里面去操作 所以现在来看一下 在我本机当中 实际上是不是有一个VChat 叫PY啊 所以我SCP 然后呢 紧接下来 它还是一样 从哪复制到哪 这跟你在本地执行CP命令是一样的 从哪复制到哪 所以是从哪呢 是从我当前这目录里面 有个VChat的PY文件吧 复制这个文件到哪呢 到远程 到远程的时候呢 这时候的使用方式是跟SSH又很类似的 需要你去指明账号 比如说我的账号的话 指明我的账号 我就不为大家去推到你的S8001了 使用我的账号 然后呢 大家的话就相当于你的S80XX S多少 然后呢 对应呢 在at到哪台机器呢 101.200.170.171 这台机器上面 然后呢 你要注意 这还没完 后面要加上一个网号 网号后面指明 你现在要放到 这台机器当中的 哪个位置上面进行操作 所以这一点是必须要去指明的 如果你没有加冒号的话 你会发现 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 推不上去 所以呢 加上冒号指明 你放到这台机器上面的哪呢 因为当前 你是不是在登录的时候 已经有了一个账号了 所以你就可以去指明一个 加目录吧 波浪线就代表加目录 加目录是谁的加目录呢 你以哪个账号进行登录的 就是哪个账号的加目录了 所以呢 相当于是这个账号的加目录 然后呢刚才我实际上还让大家去 在你的加目录里面 再去创建一个 你自己的那些目录啊 所以你就可以 加目录底下 再跟上你的那个名字里面 可以指明这样的东西 那最终中 它就会放到你的加目录里面的 你的目录里面去了 那我现在呢 我就可以直接放到 我这里面来 因为我在这里 没有去见目录 所以呢就是波浪线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 然后呢 我们去敲一下回车 敲一下回车之后呢 它会让我们去输入一下密码 输完密码之后 你看一下 这里是不是给我 传了一个告诉百分之百啊 你说它已经上传上去了 所以我们把这条命令 给大家放一下 这是SCP 然后呢是原文件 原文件 然后呢目标文件 所以那应该对应的 就是SCP 点杠 然后呢 比如说我的对应的是 Vchat 点py 然后呢 S80 XX 然后呢 101.200.170.171 冒号 波浪线 底下的 你那个目录 底下 可以通过这样方式 然后呢 这时候我再回回来 我再另一键一个终端 我再另键一个终端 那在这终端呢 我再去登一下 101.200.101.2 100.170.171 登一下之后 我lease一下 这时候看一下 我刚才推从过来的 Vchat就在这了 所以就在这了 在这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下 我看了 flask 对应的py2 py2 p2之后呢 然后呢 咱们让它运行起来 Hanson Vchat 运行 运行的话 当前的我的那个地址 应该可能已经被占了吧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101.200.170.171 ps 应该是 要想查端口号是哪个命令啊 NetSite吧 对吧 NetSite 然后-apn grip一下 8000端口 对应的 现在这里面确实是有 然后呢 它所对应的是 12743 所以cue一下 12743 删一下 删一下之后我回过来 然后呢咱们再来启动一下 是不是启动过了 启动之后的话 然后呢回过出来 我们再来去看一眼 这时候你要注意 我把程序一旦运行起来之后 回过头来 就可以在你的测试服务器当中进行配置了 这个里面要去写 对应的101.200.170.171 斜线 Vchat 我最终运行的时候是不是 Vchat8000呀 我绑上是Vchat8000吧 运行的也是8000 所以呢就是8000 然后呢这个token值 你在程序代码中 你随便起了什么东西 你跟这就要保持一致就可以了 然后呢点击一下提交 我点提交之后呢 大家要注意看这个地方 看这个地方 我点击一下提交 点击提交之后 看这里面是不是有配置成功呀 如果有配置成功 那就代表微信认可你了 如果点击配置失败 那就证明你的程序是有问题的 所以你现在来看一下 成功之后 回过来看一下我对应的这个历史记录 刚才这一条是不是就Vchat8000 发送过来的 所以你看一下Vchat8000 Signature什么东西 然后Extreme什么东西 TimeStep Month 这都是微信发送过来的 所以呢 现在呢我们给大家5到10 给大家10分钟的时间 把这段东西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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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